国立幼儿培育教育学院计划在2026年 将持续教育与培训中心和总部整合在一起 搬到医安理工学院成为幼教领袖的培育中心 汇聚幼教工作者共享教学资源 教育部长陈振生在国立幼儿教育培训学院首届国际会议上表示 学前教育工作者需深化专业技能 以更好的指导不同类型的孩子 除了提供培训课程 学院也将为幼教领导者建立交流网络 并展开相关研究项目